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大家请看 CSS相体模型 什么意思 马上看知识点 知识点就是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 CSS相体模型的要素 有几个要素 大家请看 可能您以前接触过 比如说宽度 高度 边线 余白 包括外边框 都是什么意思 我这给您做了一个模型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就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我给您一个个说 比如说中间 有个小马视频技术频道 这么一个文字 然后红色的表示 宽度和高度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大家请看 小马视频技术频道 外边有一个余白的地方 这个余白的地方叫什么 叫Padding 然后余白之外的 这个边框叫什么 是这个背景色 是浅黄这个地方 叫Boulder Boulder 在之外的 这个浅力的边框 这个叫什么 叫Margin 通过这张图 您应该大体理解了 CSS的相体模型 宽度 高度 余白 Padding 边框 Boulder 以及外边框 或者说叫做外边界 Margin 好 一会儿呢 我会用这个具体的CSS 来给您演示一下这几个属性 OK 咱们再回到咱们的课件 好 我这件文件 马上给您演示这几个属性 有朋友可能说 在学的过程中 可能接触过这几个概念 但是没有像我这个 给您做一个模型图 加上您理解 好了 试试 拷贝一下 马上给您演示这几个区别 这个CSS的老规矩 我先不考 咱们先运行 看一下默认CSS的样式 让我一点点给您拷贝 好 咱们在这个状态下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CSS的显示出来的内容 够 今天是第14课 然后是index 大家请看 这个呢 是咱们这个网页 默认的CSS的样式 然后呢 我基右键 选择简证 咱们里面有三个P 对吧 1P 2P 3P 没问题吧 这三P 咱们大家注意看 看我这个 看网页 这个地方 注意看 分别有一个上下的黄边框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对吧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上下黄边框叫什么 回到我的模型 上下的外边框叫做margin 对吧 是咱们这个浅绿的地方 好 咱们再回来 那么咱们今天首先 就需要改造一下 这个黄的边框 margin 该怎么做 回到咱们的 网页啊 然后 在CSS里面 干什么 我加上一个P 让margin 等于0 等于0是什么意思 我上下不有很多黄边框吗 这黄边框的具体的宽度 或者说高度 是根据不同浏览器显示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设置一下的话 那么各个浏览器显示效果就一样了 对不对 我把它设置为0 也就是说 不会再存在这个行 这不叫行间区啊 这个是叫做各个自然段P的外边框 好 我现在把它存下盘 然后F刷新 注意看 注意看网页效果 刷新 哦 什么效果 对 外边框没有了 黄边框没有了 对吧 然后咱们看右边 这个地方 我已经把它成功了 射成了0 这margin如果不是0的话 调掉 大家请看 黄边框又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margin的使用 它是在这个P之外的 这个边框 叫做margin 我通过这个例子 您应该很容易的理解 什么叫做margin了 对不对 OK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有三个自然段 P1 P2 P3 这三个是CSS class 这个我上期给您讲过 对不对 咱们再看一下咱们的网页啊 分别对应的 P1 是P1的这个class P2 是P2的class P3是P3的class 没问题吧 OK 咱们首先设一下P1 让P1的背景色 等于天蓝色 sky blue 对吧 好 咱们试一下 关于这个CSS 如何设置颜色 我前几期给您讲过 您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咱们是基于文字 基于单词进行颜色设置 好 刷新 注意看第一个自然段 F5 大家请看 第一个自然段设成天蓝色 这不太像天蓝 比天蓝稍微深一些 好 那不管了 注意看 我的这个P1 大家请这个地方 设置为了天蓝色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继续设置 接下来按理说 我们要设置P2 但是先不 我先设P3 一会再设P2 为什么 因为P2 咱们的内容比较多 咱们放到最后 咱们再设P3 空的距离出来 一会上P2 然后P3 我也给了一个背景色 叫什么 浅绿色 对吧 好 再看一下 刷新 F5 没有问题吧 P1咱们有了 P3咱们有了 看一下这个 P3的样式 P3得了浅绿色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郑重设置P2 因为什么 因为P2会用到咱们今天所学到了这几个属性 Margin Border Pedding 都是什么意思 马上实验一下 这不怎么多了空行 好 我P2拷贝过来 但是并不把所有的属性都打开 咱们一个个来 我先把后面这三个屏蔽掉 好 也就是说 我给P2加了一个浅黄背景 先看现在的效果 F5 大家注意看 注意看什么问题 自然段与自然段之间 没有任何的Margin 对吧 说明他们是紧贴着 紧挨着 为什么 对 因为我把Margin 升成零了 所有的P的Margin 升成零了 所以说他们之间并没有间距 OK 好 接下来 我想给这个P2 加一个Margin 20 打开 它会怎么样 它会在这个P2的上下左右 都加上一个20的Margin 注意看 注意 它不是上下 是上下左右 好 F5刷新 稍等我存盘了吗 好 存完盘 F5刷新 注意看 够 大家请看 上边 20 下边20 左边 看我的属标位置 20 右边 也是20 没有问题吧 OK 这是Margin 接下来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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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给您讲过 Border 我设置一个像素 然后是Solid Solid是实线 然后呢 颜色等于红 注意看 F 发起来 出Border了吧 好 接下来 我把Border给它调 厚一些 比如说调成 10个像素 行不行 当然可以 注意看 F刷新 10个像素 没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Padding Padding Padding是什么意思 Padding指的是 看我这个模型 Padding是这个部分 对不对 这个Padding指的是 我的文字 和Border 之间的 余白的距离 叫做Padding 对不对 好 咱们看一下 我Padding等于30 也就是说 我的文字 和咱们边框线 这个红线的距离 各为30个像素 什么都各为 上下左右 各为30个像素 注意看 F5 出来了吧 咱们自然段文字 和咱们红边框 和红边线的距离 我各加了一个30 上左右 各加了一个30的余白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 咱们最基本的 CSS相体模型 Margin Boulder Padding Margin 指的是外边框 Boulder 指的是边线 然后还有一个Padding 指的是文字 和边线之间的余白 没有问题吧 从而证明了 我这张图 作对 我这张图画的 还算是对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CSS相体模型的 最基本的知识概念 不知道您理解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吗 咱们一图 就一目了然 对不对 好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 看中文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 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